12月9日,香港陶大花园冲突石朗天伤人非法集结案在香港关塘裁判法院再次审讯 涉案被告石朗天继续被控以一项伤人、两项非法集结及两项袭击致造成他人身体伤害共五项罪名 不得保释,由陈教署负责关押 根据控方要求,法官将案件押后至2020年1月6日在关塘裁判法院再提堂 随后被告被陈教署的囚车带走 据了解,9月14日,香港关塘区陶大商场由爱国爱港集会 数百名香港市民挥国旗唱国歌 其后一批反对派人士进场殴打普通市民 根据闭露电视片段,高中雪丽的28岁建筑工石朗天当时参与打人 香港警方10月13日抓捕了他 控罪指出,石朗天连同其他身份不详的人非法及恶意伤害一名女子 该女子被打掉三颗牙 石朗天又在商场的自动扶梯上和地下一层参与非法集结 连同其他人袭击一名男子和第二名女子 石朗天案件已于10月14日首次开庭 本来应该在12月9日做出初次判决 但是控方代表香港警方表示 警方又在10月和11月拘捕了涉及陶大花园案的6名被告 警方正在提审6名被告,录取口供 或将他们和石朗天案合并成一个案件 并送达更高级别法院处理 警方正在等待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相关意见 所以需要时间准备 要求案件押后至2020年1月 法官随后同意控方要求 法官也指出本案三名受伤人士伤势不清 故拒绝被告保释申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